身心健康 其实这个道理呢 并不复杂 历史上很多书法家呢 都很长寿 我们今天很多老年朋友呢 这个退了休以后 离了休以后 学习书法 学习画画 都体会到了 调节身心的一个作用 有的老年朋友看了呢 也觉得确实是 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呢 一直没有学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总觉得 书法比较难 觉得我原来基础不好 学不好了 所以就没有学 我也跟一些老年朋友 曾经谈过 我退了休以后 可以学习书法挺好 经常听到就是 这个年纪大了 原来基础不好 所以呢 就觉得学不好 因此呢 就不学 其实呢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谈 老年应该如何学书法呢 就首先针对这种想法来谈的 中国书法是一个很奇特的艺术 它奇特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 它就是既简单平易 又复杂高深 什么叫简单平易呢 简单平易 就是我们一看 一些人写字 写的书法作品 觉得很 很轻松 很简单 提着笔 一会儿就写完了 就是一幅书法作品 简单到 就是写字 平易到 就是写字 看着也不复杂 为什么又说是复杂高深呢 就是写出了作品 它的美观不美观 意境好不好 感情上呢 这个充沛不充沛等等嘛 有很多可以分析 可以说的地方 所以它有这个特点 一般我们平时写字呢 现在都是用 钢笔啊 圆珠笔啊 等等 用的硬笔 过去呢 都是用的毛笔 古代都是用的毛笔 今天 我们看到了很多 优秀的书法作品 在古代 都是写的书信 写的文稿 很多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 唐代以前 它的作品呢 都是一些实用书写的一些 产物 所以你看简单不简单 就是实用书写 好的就是艺术品 就流传下来了 但是具体分析呢 也有很多复杂的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很奇特的艺术 就是既简单平易 又复杂高深 我们如果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呢 还有一个博大 书法呢 非常博大 就是几千年历史的积累 从传书 传书里边又有甲骨文 金文 小传 到历书 历书里边 有秦代的历书 汉代的历书 以及明清人写的历书 到楷书 行书 草书 书体 这五种 其中又包含着不同的一些特点 但如果从书法家和书法风格来说 那就更多了 那就更多了 楷书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严真卿 柳公权 欧阳巡 赵孟甫 这一说 每个人都知道 严欧柳赵 那行书的 王献之 王熙之 米福 草书的王熙之 这个 怀素 张旭等等 稍微了解着书法人呢 都能够知道 非常博大 内容非常多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 中国书法 这个简单 平易和复杂 高深 这个 并且很博大 这个特点来看呢 就给我们学习书法啊 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条件 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条件 就是我们学习书法 也可以简单 也可以复杂 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说 就是要从简单入手 你就不会觉得很难 不会觉得很难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简单到一个字 我们看杨先生这个书法作品 很多呢 都是一个字 一个字 但是呢 写得非常好 非常有趣味 非常有意境 如果从整个这个 难度来说 写一个字作品 比写一个长篇作品 在整篇作品的布局上 也就是章法上的难度呢 要小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一般的以往教书法 都是找一本贴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贴 凯书的或行书的 是喜欢欧体 还是喜欢言体 等等 经常是一本贴 老师讲一讲 写到底 这种方法不太适合 老年人来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贴 本身字数都比较多 如果从头学到尾呢 就是 给人一种感觉呢 就感觉比较难 感觉比较难 所以我们这里边讲 老年人 学书法 我觉得是 应该是以作品为中心 来学习书法 而不是以书体为中心 来学 因为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目的 学习书法呢 这个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书法在今天 既然是已经作为艺术了 那就应该啊 按照艺术的规律 来学习 就把它当作一种 艺术的对象 来学习 所以这里边 提出呢 就是要以 作品为中心 来学习书法 改变以往那种 以这个 字体 以书体 或者以书家 为中心来学习的 这种方法 以作品为中心 来学习书法 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他就把 复杂高深呢 给他变得 简单平易了 简单平易了 我们这个作品呢 也可以从简单的 开始来写 比如说 先写一个字的 写福 写寿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词句 希望幸福 希望长寿 先写一个福 或者先写一个寿 那么再进一步的 把福寿联系起来 就是又是一幅新的作品 是两个字 稍微呢 比原来呢 有一点难度 但是这个比写一首诗 要简单一点 首先呢 就是他可以使你 把这个复杂高深的东西 变得简单 变得平易 变得容易学 容易接受 那么以作品为中心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自己的进步 比如这一个福 我们看这个福字 看起来呢 也比较复杂 但这点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分解 先写左边的式字旁 再写右边这一部分 这样呢 也可以变得简单 这样用一个星期左右 你就能够写出一幅 很漂亮的作品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 看到自己的进步 人做事 只有看到成果 看到进步的时候呢 才能够保持这个兴趣 才能够保持这个激性 不然干了半天呢 老是觉得没什么进步 就没劲了 就不想学了 所以这个以作品为中心的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看到自己的成果 每个阶段呢 都有这个一个总结性的作品 以作品为中心 学习书法 对老年朋友来说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可以充分调动 自有的 这个主观能动性 也可以充分利用 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工具书 你比如说 我要写一个 长寿两个字 我从来没有这书法基础 怎么写 比如想写一个横幅 或者想写一个条幅 横幅呢 就是两个字横着排的 条幅呢 就竖着排的 先想好内容 这样的话就开始构思了 是写什么风格的 什么书体 比如写传书 或者写行书 就构思 那么呢 就是 有了构思之后 我从来没有基础 我可以通过工具书 来查 你比如我们这点都有 是吧 历书的 楷书的 行书的 通过工具书 你就可以查到 你喜欢的这个字 它是怎么写的 下一步呢 就是练习 练习一阶段之后呢 就是 给它写成作品 给它写成作品 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 你的这个思维 你的构思 充分调动你的思维和构思 甚至在形式上 是用什么纸 是用这个 什么颜色的纸 甚至连怎么装潢 是装镜块啊 还是卷轴的形式等等 你都可以从头至尾的来 想 这个过程本身 就是充满了乐趣 现在的条件非常好 条件非常好 各种书法工具书都有 都有 像这些都是字体的 比如这凯书的 这个 你查凯书 很多书法家都有 还有的呢 是对联的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 放大蓝情绪 集联 他就把蓝情绪的字呢 给他集成作品的形式 是吧 有五言的 七言的 八言的都有 这个呢 是 转书百连 转书百连 里边全是转字的 全是转字对联 像这是四言的 是吧 还有的是 背贴集联 是吧 把这个背上的字 给他集成对联 像这个是 九成功 集联 是吧 这样学起来呢 就是很方便 是吧 我们与其 把九成功 整个临写一遍 你不如选一个 你喜欢的这个对联 这样反复练习 是吧 很短的时间呢 也可以 写得很漂亮 也可以写得很漂亮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 学习书法 不必于 这个不必考虑啊 我这一个题写得怎么样 要考虑 我这个作品写得怎么样 要从简单的入手 争取把作品写得很漂亮 而且又要用比较短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写得很漂亮 这样你的兴趣 就会越来越高 我们这个讲座呢 就是这么来考虑 这么来设计的 讲座里边讲了五种书体 比如说 传书 历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都讲了 还讲了传课 我们都把这五 把这五种书体 都是作为一种 创作素材来介绍的 介绍它一些基本的笔法 一些基本特点 是供老年朋友们 徐医书参考 用这些知识 来考虑 我来创作 一个作品 并不是说 这个 去系统的学传书 或系统的学 例书 行书 凯书 草书 不是 而提供 一个创作的时候 思考的思路 大家了解 了解这个 各种书体特点之后呢 这样我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就考虑到 这个写传书好啊 还是写 行书好 这样使自己创作的范围呢 更大了 简单说呢 就是把这个书法啊 这个历代的书法作品 都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 就像我们画国画一样 只学画一个菊花 或只学画一个金鱼 但是呢 在一段时间内 就能画得很漂亮 为什么很多老年朋友 学国画的激性非常高 原来也没有基础 就是因为呢 他学习方法得当 他是以作品为中心来学的 假如不是以作品为中心 而是呢 系统的教你各种的村法 各种的这个 这个技法 然后再学 那技法还没学完呢 就一点兴趣没有了 所以我们学书法呢 也应该是这样 就是以作品为中心 这是我们强调 主要讲的第一点 第一点 就是破除对书法的 这种神秘性 把学习书法呢 变成一种轻松愉快 一种简单平易的 这么一种活动 来达到调养身心 易受延年 这个作用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们 想学书法 这个用具 用些什么用具 这是第二个问题 传统奖呢 就是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 首先是笔 首先是笔 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这个 艺术 这个毛笔的功不可没 如果不是毛笔 是硬笔 那它可能就不会成为艺术 因为毛笔软 毛笔软 它能够呢 写出粗细 或者说圆的 方的 就给人各种美感 不同美感的线条 如果是硬笔呢 这种变化很小 可欣赏的东西 不是很多 它可能发展到今天 就不会成为艺术 所以首先是笔 以往讲的笔呢 有大凯 中凯 小凯 这是以前经常接触的 是吧 我们看这些笔 这是小凯笔 小凯笔 小凯笔呢 简单说就是小 写小字 是吧 一般写 四号五号 签字 这样小字 就叫小凯 还可以写更小的 迎头小凯 再写到这个 二号三号呢 也还是小凯 就相对大一点的 这是呢 中凯笔 写这个 五六公分大字 五六公分大字 这个呢 是大凯笔 也就是写 这个十公分左右 这是过去这种分法 我们看这个笔 更大了 更大了 这是提笔 写的字 更大 这是从大小来分的 从大小来分的 那么从毛的这个 特点来分 有阳好笔 这是阳好笔 它就比较软 这个毛比较软 我们看这个毛 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非常软 非常软 这个呢 就比较硬 比较硬 这是所谓 鼠虚啊 这个 还有什么 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山马豪的 这个鸡毛 这用鸡毛做的笔 等等 这是从这个笔毫来分的 那么我们跟大家谈的呢 学这个笔呢 主要注意两点 一个 就是从这个封的长短 啊 封的长短 这两个一笔就看出来了 这个比较粗 这个笔 比较粗 但是呢 笔毫 比较短 这个比较细 笔毫很长 这就叫长峰 啊 长峰 甚至可以说超长峰 这是短峰 就是笔的这个圆径 啊 笔圆的直径 和它的长度 这个比例 啊 来决定 它这个笔封的长短 啊 这是 选笔说主要 首先要考虑 你是使 长峰的 还是使这种短峰的 啊 是要考虑的 一般的老年朋友写字呢 最好使得笔大一点 啊 大一点 这个峰呢 不要太长 也不要太短 啊 也不要太短 适中就可以了 啊 选笔说注意什么呢 主要注意 就是古代讲的笔有四德 啊 四种德性 啊 就叫奸 其 圆鉴 首先是奸 啊 你看这个笔呢 它就不够奸 啊 这个笔不够奸 这个笔虽然比它大 明显的呢 这个笔尖 非常尖 这是第一要注意的 尖 第二呢 什么叫齐呢 齐就是这个笔毛给它 撵平之后 它的头是要齐的 啊 我们看这个 这个头 啊 这个头 这是要齐的 啊 不能不齐 啊 不能不齐 不齐它写字中间铺毫呢 就会出现很多 这个 各种这个 碎的毛啊 影响线条的质量 啊 这是齐的 啊 圆呢 就是 整个笔 啊 整个笔 要圆 有的 朋友可能会说 这毛笔本身就是圆的 不是 你注意看 有的笔呢 做出了以后 它由于这裹毫 裹得不匀 它中间有缺 这样的话 就不圆 鉴呢 就是它这个笔要有弹性 啊 笔要有弹性 不能够 摁下去之后 是吧 摁下去之后 弹不起来不行 啊 要有弹性 要有弹性 这是四个字 坚其圆鉴 是吧 这个 至于大和小 是吧 我是觉得 我们一般的 要大一点 好一点 啊 写字呢 要大一点 这是笔 是吧 这是笔 选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 就有的朋友觉得 反正开始写这个书法 先用这个质量不高的 是吧 在街上的地摊上 有时候一看 是吧 这个一块钱一根 或者一 或者十块钱一大把 这种笔来写 说反正练 练的时候呢 回笔 是吧 先买便宜点的 这样的话呢 等写好了以后 再买质量好一点的 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笔不好 就影响到你的创作效果 和创作情绪 即使很有基础的 或者说书法家 让他使一种破笔来写 他也写不好 他也写不好 何况你是这个 开始学呢 所以这笔要选好 墨呢 一般的都是用这种 伊德格的墨汁 伊德格的墨汁 都是用墨汁 纸呢 就是用宣纸 用宣纸 这个我们在后边讲的时候 都会用的都是宣纸 也可以用其他纸 比如像这种特殊的纸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像这种纸 用金粉一些 也很漂亮 现在这种特殊纸呢 什么颜色都有 什么颜色都有 你比方这种绿的 这种黄的 写出书法作品呢 都好看 雁呢 就是找一个 买一个 不是很贵 绒墨比较多的 比如像我们这个 这个圆烟台 像这样的 就可以了 像这种烟台 是磨磨用的 一般写不用这么好 就是只要它 绒墨比较多 就可以了 这是书法的这个 基本的用具 基本的用具 那么还有一个用具 就是什么呢 就是印尼 印尼 这我们既然是作品 作品呢最后要盖章 就是印尼要准备 印尼呢 是注意是这种 朱砂的 朱砂的 而不是我们办公 用那种印尤 那种印尤 盖在这个书法作品上呢 就影响效果 而且呢 也不是很好看 要买这种印尼 这个我们在讲 转刻的时候呢 还会给大家介绍 这次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呢 再给大家讲 下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 如何学习书法 在前面呢 我们讲了 老年朋友学书法呢 应该是 以 调养身心 以娱乐为主 就是不要把书法 看得那么 复杂 那么难 因为任何复杂 事物一分解 分解成元素 都是很简单的 因此呢 就是提出了 要以作品为中心 来学习书法 而不是要以书家 而不是要以书家 或以书体为中心来学习 我们学习书法呢 并不是要学成某一家 而是呢 而是呢 就是使自己高兴 使身心健康 给大家介绍了呢 就是学习书法用的基本用具 就是笔墨纸燕 这个印尼 这是最基本用具 纸呢 可以不必很讲究 平时练习啊 一些报纸啊 都可以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再谈一点什么呢 就是书法的 基本技法 基本技法 有哪些 就是说我拿些笔来写 首先怎么拿这个笔啊 怎么拿这笔啊 也就是纸笔 这个毛笔怎么拿 这个怎么纸笔 过去书上有很多 介绍了很多 关于纸笔的方法 这里边呢 有的呢 是属于一种故弄玄虚 因为书法是什么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 就是书写 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平时 现在也在用笔写字 那怎么纸笔 就很自然的 纸笔 所以这个具体是 如何纸笔 我觉得主要记住一点 就是苏东坡说的 纸笔 无定法 无定法 钥匙虚而宽 这就够了 具体你是两个手指来拿 还是五个手指来拿 那都不重要 只要你自己觉得 我这拿的比较自然 比较舒服 就行了 并不是说纸笔 说没有一个 哪人对哪人不对 也不是 那怎么判断纸笔的对和不对 不是看手指怎么拿 而是看 运用毛笔 灵活不灵活 这个毛笔 是个圆锥体 前面是尖的 前面是尖的 那么后边呢 逐渐粗 就是我们用毛笔来写字的时候 要充分利用它的笔的各个面 各个面 然后呢 还要注意它的尖 如果你能够灵活的运用 比较自主运用 那你怎么拿都可以 是吧 两个手指 或者三个手指 或者五个手指 都可以 拿高和拿低 比如拿高一点 或者拿低一点 都可以 这个写着写着 你自然有体会 所以一开始 就不能把纸笔搞得很复杂 是吧 就觉得这拿了半天 不会拿笔 那就没有必要 就是写字 你怎么拿都可以 是吧 怎么样灵活运用这个笔的性能 充分发挥笔的性能 你就怎么拿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一点了 就是这个笔的性能 怎样才能充分发挥 是吧 怎样才能够经常用到笔尖 那么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笔杆在不写的时候 和这个桌面 它的一个角度 是垂直的 是垂直的 这个角度 是吧 写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垂直的 比如往下走 是吧 往下走 和笔 笔画笔呢 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么斜着走 斜着走就不行了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具体演示 这是纸笔 就是我这个笔怎么拿 我觉得就是 你习惯于怎么拿 你方便于怎么拿 你怎么拿 感觉到舒服 你就怎么拿 但这里边就注意一点 就是你运笔的时候 能够灵活运用就行 这是关于怎么拿毛笔 那这个笔怎么灵活运用 有些什么基本要求 在运笔上有什么基本要求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一边演示的 在一边介绍 第一呢 就是测锋和中锋的转换 这是一个基本功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任何写任何笔画 都首先遇到就是一个测锋和中锋转换的问题 你比如写横 是吧 我们看那个笔尖 它是朝左上方的 如果这么写过来 就整个笔尖在上沿 就叫测锋 是吧 这一个转换问题 写的时候笔尖朝左上方 一边写 一边调 我们看这个笔封就调过来了 是吧 就调过来了 写竖也是 写竖笔尖也是一落笔在左上方 是吧 然后往下写 如果不调 是吧 笔尖始终在左边 那写出来的线条呢 就是像一个小刀子似的 不饱满 是吧 调过了之后 你看 笔封调过来了 是吧 这样写出的线条呢 像一个针 是吧 它就比较饱满 这是第一 是吧 第二呢 就运笔 要有节奏 所谓轻 重 快 慢 是吧 一般的来讲 唐楷 是吧 落笔重 是吧 晕笔的时候 中间这一段 又快又轻 然后收笔的时候 再重顿 是吧 收笔重 是吧 这是轻 重 快 慢 这个节奏 如果写行书呢 这个笔啊 还要有跳跃性 啊 你比如写一个 箱子 是吧 是吧 还有 还要有跳跃性 比如说这点 是吧 而不能够一个匀速 是吧 这是第二点 啊 就是注意运笔的节奏 第三点呢 就是色形 啊 声色的色 色形 什么叫色形呢 色形 就是运笔的时候 笔杆 要朝相反的方向 倾斜 啊 你比如写竖 啊 这个笔杆呢 要往上倾斜 倾斜的时候呢 要和这个笔杆 和这个笔 这个笔块啊 要能够平行 而不能偏 这样就偏了 这样偏的结果 写出就是侧峰 如果平衡 是吧 平行的话 自然出来就是中峰 这自然出来就是这个劲 是吧 写横的时候呢 笔杆要向右 要向左倾斜 啊 因为是向右走嘛 要向相反的方向 就是向左倾斜 这是 第三点 啊 也就是说 侧峰和中峰的转换 运笔的节奏 色形 这是笔法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 我们说起来 其实简单 就是 这么三点 但是做起来呢 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是吧 为什么说难也难呢 就是如果你给他搞得太复杂呢 他反而就不好做了 你比如很多书上讲的那种 S型的 是吧 这个起笔要这么 先这么回 是吧 这就太复杂了 往往这一回 这一回封前面一个大哥的 这个没有必要 你按顿下去之后 不要提笔 是吧 一边运笔 一边调成中峰 就可以了 其实调中峰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笔杆 要和你运行的方向 和那个笔画 是要能够重叠上 而不要偏离这个笔画这个轨道 也就是中峰 在书法上呢 有很多 这个 所谓这个金科玉律 一个就是笔笔中峰 那都不一定的 我们老年朋友学书法 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去看一看 不一定是笔笔中峰 尤其是 行书草书 经常是侧风 经常侧风 再有这个笔杆要笔直 不能够倾斜 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不能够偏离这个 就要尽量的少偏离这个笔画 这个运行的轨道 这倒是对的 因为偏离的肯定写的不好看 但是写的时候笔 肯定是要 肯定是要摆动的笔杆 肯定是要摆动的 就跟我们走路一样 如果说你站着的时候 肯定和地面构成的角度 就是90度角 那你要走起来 也要90度 这就没法走了 肯定是要摆动 是要倾斜 写字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要记住 就是汉字这个书法是什么 是汉字书写的艺术 一定要从自然实用 这个角度来考虑 我写这个对不对 写的好不好 只要自然 我觉得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这是运笔的问题 笔法的基本功 简单说呢 就是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 不要先规定好了 只能这样 不能那样 只能这样拿笔 不能那样拿笔 不要搞这么复杂 这么死 你只要能够自己感觉到舒服 感觉到高兴 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结构 书法结构 也有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呢 这点只能讲是基本道理 不论是什么书体 是传书 历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它这个美的规律是不变的 表现形态有所变化 美的规律是不变的 这个规律呢 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个就是形态 要丰富 圆美 我们这里边呢 以楷书为例 像这个国字 很典型的 国字 图书的图字 这个铜字 按今天说 都是方块字 但我们具体看呢 它就是 左边是窄的 右边是宽的 实际上这就是 一个 梯形 一个梯形 它也不是方的 是吧 汉字的形态呢 有多种 比如像三角形的 是吧 梯形的 是吧 这个零形的 有多种多样 圆形的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首先要抓住它的基本形态 首先要抓住基本形态 它是属于什么形态 是三角形的 你就不能写成梯形的 就不能写成圆形的 也就是我们画画一样 你画一个人的这个 速写的肖像 首先是胖的是瘦的 你要先要抓住了 这是第一点 你比如写大传 它基本是长 但是又比较圆 写楷书呢 就比较方了 写形书呢 这形态变化就更多了 这形态首先要注意 第二点呢 就是重心要平稳 有形态还不行 还要能够稳 还要能够稳 关于重心如何平稳呢 我们在讲到 这个具体技法的时候呢 再具体介绍 这条纸提出来 就是作为结构 美的这基本的原则 就不能违背的地方 就是重心要平稳 这个字呢 要站得住 即使我们看草书 看的是倾斜的 但是呢 它也是平稳的 为什么呢 这个字倾斜和那个字 正好构成一种平衡关系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比例要合度 比例要合度 所谓比例合度呢 就是首先是高和宽的比例 我们看这个平字 这个十字 都是这样的 汉字美 它首先是 人根据自己自身的美来设计的 人的这个两臂 是吧 两臂这么 这么伸开之后 是吧 这个宽度 就是它的高度 就是它的高度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失调了 就失调了 这个比例失调 这人就不美 汉字也是这样 是吧 汉字这个 尤其是凯书 唐凯 它这个高和宽的比例呢 是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一致的 虽然有的字 像欧体字 看起来是瘦长 但实际上 你量一量的话呢 它很多字 这个比例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这个比例 是吧 要合度 就是首先是 总体的 这个字的高和宽的比例 宁可宽一些 不能够呢 这个高 一高就显得局数 显得这个 瘦长 这是 第三一个原则 第四一个原则 就是主次要分明 主次要分明 就是这个 笔画里边 有主要笔画 有次要笔画 主要笔画要突出 偏盘部首 或者说汉字构件里边 有主要构件 有次要部件 有次要的构件 那么主要的构件 要突出 主要构件要突出 如果主次不分明 这个字也不好看 不论什么书体 都是这样 一般来说 汉字 是以 右边为主 是以下边为主 我们 取义当中呢 都可以体会到 第五呢 就是分部要匀衬 分部要匀衬 在楷书里边 尤其是唐楷以后 这个楷书啊 这点非常严格 就是相同的横画 比如并列的几个横画 几个竖画 几个撇 或者几个点 它的间距 要均匀 间距 要均匀 那么左右呢 要对称 左右要对称 如果不均匀 不对称 都不好看 第六一个 就是穿插呼应 就是汉字 是用 很多笔画 很多这个 偏盘 组合成的 就不同的笔画 不同的偏盘 要组合成一个字 要组合成一个 很完美的 很亲密无间的一个字 这里边呢 就要有 互相要有关系 这就叫穿插呼应 就笔画之间呢 要穿插 这个偏盘部手之间呢 要有呼应 这个道理呢 我们在讲凯书里边呢 会具体分析 最后一个 就是参差变化 参差变化 我们都知道 是吧 艺术之所以美 就是因为它有变化 我们看大街上 很多的招牌都是 美术字 比如黑体字啊 送体字啊 等等 美术字 包括电脑里边的 新卫体啊 立书啊 打出来看呢 也很漂亮 但是呢 它只是漂亮 你怎么看呢 也只是那一点漂亮 是吧 不能令人呢 有很多回味的东西 如果看多了 就不愿意再看了 书法不是这样 书法的美呢 不光是一个形式的美 还有一个变化的美 变化的美 不论我们学什么书题 不论写什么作品 到最后 都要追求一种 变化的美 这是 结构上的几个基本原则 简单说就是这么七条 形态上 要丰富原美 重心呢 要平稳 比例 要合度 主次 要分明 分布 要匀称 要穿插呼应 要参差变化 看起来呢 归纳起来 也就是这么 二十几个字 我们 学的时候呢 要注意体会 即使很简单的一个 作品 一个字的作品 也要注意 从这几方面 去体会 去体会 并不是说 完全掌握这几点 才去学 而学的过程当中 去体会 这是 这个结构上的 最基本的东西 汉字 汉字 之所以呢 能够在书写这个基础上 成为艺术 成为 给人一美感 能够打动人的这种 艺术呢 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结构 就是结构 变化非常多 非常美 我们 这个字 写的漂亮 与不漂亮 关键 也在于结构 关键 也在于结构 从古代 人们为了写好 这个字呢 就在不断的研究 比如唐代 欧阳巡 有楷书 结构 三十六法 他就把楷书 这些结构 怎样写的好看 他归纳为 三十六种结构的方法 到了后代呢 又有发展 又搞得更细了 什么 七十几法 九十几法 等等 如果你分的话 还会分得很细 还会分得很细 但是从整个教学实践上来看 学习实践上来看呢 很少有人说 我是学了三十六法 才去学结构 或者在学的结构当中 去记那三十六法 或者七十二法 或者九十几法 很少 经常用的是什么呢 经常用的是 一种带格的纸 来学习这个 书法的结构 尤其是楷书的结构 比如说 九宫阁 这是古代经常用的 现在也在用 田字阁 小学生呢 都在用 米字阁 等等 现在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研究 如何通过这个 一种直观的形式 来展示 书法的结构 又一些其他的阁 我们在这个书法教学当中呢 就发现了一点 就是汉字这个 结构当中啊 圆特别重要 啊 圆特别重要 就是经常讲汉字是方块字 但实际上汉字结构 它是围绕着圆来分布的 尤其是凯书这个长的笔画 多数啊 都是不出这个圆圈这个范围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种新的格 叫乾坤格 啊 乾坤格 我们看 在这个乾坤格上 啊 在乾坤格上 凯书的结构 笔画的位置 啊 笔画的位置 它的这个长短 是吧 也就是说从哪 写到哪 都标示的非常清楚 尤其是长笔画的位置 在九宫格 米字格 田子格里边 都没法解决 我们通过这个圆 就给它解决了 就给它解决了 啊 后来呢 这个 我们也把这个格呢 也申请了专利 啊 也申请了专利 就用这个格来学习凯书的结构 啊 你不用管它是36法 还是多少法 你就严格的按照这个格上的 标这个位置来写 就很清楚了 啊 希望大家呢 通过听我们的讲座 学习书法 是吧 使身体更加健康 生活更加幸福 长寿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讲凯书 凯书呢 说起来大家都比较熟悉 是我们现在通行的一种书体 啊 当然对凯书呢 如果从书法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应该呢 了解更多一些 这样呢 便于加深对凯书的认识 更便于我们提高欣赏的水平 提高创作的水平 凯书这种书体 啊 这种字体 是产生于汉代的末年 秦代呢 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文字是 转术 比较庄重的场合 就是小转 汉代呢 在庄重的场合使用的是 隶术 在日常手写当中呢 也是使用了隶术 但是书写呢 速度啊 比写在公文上啊 比写在这个墓碑上 要快得多 这样在这种快写的基础上 逐渐呢 就形成了凯书的这种雏形 也就是把隶术的 这个残头 燕尾 逐渐省略 就出现了凯书的雏形 那么在东汉末年呢 这基本上就是凯书就出现了 在三国时代 比较有名的大书法家中游 他就有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一伙呢 还会介绍 总的来说呢 从凯书的发展来说 是有两个大的阶段 我觉得是有两个大的阶段 一个就是唐代之前 从东汉末年 到唐代 到隋唐吧 之前 这是一个时期 这个时的凯书呢 是处于一种演变 和成熟的阶段 有的朋友看到了 这个一些魏碑 这个南北朝时期 碑刻上的一些字 觉得这是什么题啊 不太清楚 因为平时说到凯书呢 总是严 李延真卿啊 欧阳巡的 柳公权的 赵孟甫啊 对于其他的呢 就不太了解 实际上这也是凯书 就是属于凯书发展的 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逐渐的 立书的痕迹 越来越少 逐渐的像 这个唐代一种 比较规整 比较规整 各个方面有严格 要求的凯书在过渡 过渡 这个时期呢 一个最主要特点 就是从字的结构上来说啊 这个不是很严格的 从风格上来说呢 也是多种多样的 第二个阶段 就是唐代的凯书 说起唐代的凯书啊 我们都很熟悉了 就是那些著名的书法家 比如出唐的 这个欧阳巡 于世南 楚随良 薛记 所谓出唐四导家 他们的凯书都很好 都很著名 再比如这个 圣唐时期的 这个 严真卿 晚唐的柳公拳 这个我们现在 只要学凯书呢 恐怕很多朋友都在学 颜体 欧体 流体 这是 这以后是个阶段 这个阶段凯书 有一个很主要特点 就是 它的结构上非常精密 要求非常严格 每一个笔画的位置 甚至粗细 都很重要 如果错位呢 就整个字就不好看 这是两个大的阶段 就是在唐代之前 我们见到的一些字 虽然不像唐凯那么精美 但它也是 从字体或者说书体上来说呢 也是凯书 这是首先要了解的 不能只觉得凯书就是 这个 欧言柳诏 这些 第二个呢 就是要了解一下 在凯书发展过程当中 一些著名的书法家 书法作品 了解这些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 凯书啊 它并不是一个模式 并不是一个模式 有多种多样 而且从凯书本身呢 这个挖掘 也有很多 值得挖掘的东西 在 有记载的 在文献上看到的 中游是 第一个凯书的著名书法家 这是中游的作品 建记之稿 有墨迹流传 从这个建记之稿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作品 还有一些 一些隶属的痕迹 比如说 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是宽的 是宽的 它用笔当中呢 有些笔块的末端呢 还是要往上 还是往上挑的 这都是 立书的笔法 但它总的 主要的笔法来说呢 是凯书的了 所以前人评价 中游的凯书 用这四个字 说得非常好 叫做古雅 生动 古雅 声动 他是 第一位 载入史册的凯书大将 这是王羲之的作品 王羲之是近代 著名的书法家 也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 他这个作品 黄情经 如果和中游的作品比较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 字形上呢 开始变高了 笔画上呢 开始变匀了 虽然后代这个刻呢 可能会有走形 但是大的外观呢 是不会变的 用前人的话讲呢 就是比起中游的作品呢 就更加严美 也就是更看着更漂亮一些了 更漂亮一些了 这是王羲之的作品 一般叫做呢 这个洛神父十三行 因为他只剩下这十三行 但从这十三行看到的面貌 和王羲之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他的结构上 比较舒展 比较舒展 尤其是这个 匹和纳 伸展的比较突出 比起王羲之的作品 王羲之呢 他这个 从这个严美的程度上来讲呢 又更近了一步 这是志勇的作品 志勇是王羲之的后代 这是 我签字文 他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呢 已经具有唐代凯书的一些雏形了 尤其在用笔上 齐笔重案 收笔也重案 已经是和王羲之的和中游的是大不一样了 志勇的书法呢 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也比较大 据说他在这个永兴寺上 三十年 在这个楼上 没有下楼 就写这个八百多本签字文 送给各个寺庙 也传播了这个书法艺术 这是比较著名的四位凯书书法下 他们的凯书有一个共同特点 字都比较小 字都比较小 所谓小凯 在南北朝时期啊 这个南朝和北朝的书法不太一样 南朝啊 书法活动主要集中在行书上 当时的风气互相比比赛 互相竞争的这个欣赏的主要是行书 而北朝呢 由于长期的战乱 也由于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个这个统治吧 他这个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是属于一个空白 属于汉族文化 书法艺术呢 也是这样 直到这个北魏迁都之后 迁都到洛阳之后啊 汉代文化 这个这个汉族的文化才得以复兴 这个时候呢 才出现了这个书法的一些东西 这个书法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墓志上 在一些济世碑和个别的墓碑上 在这个给佛像这个造像之后啊 旁边写课的提记上 以及呢 刻在山崖上的这些字上看到的 这就是这个北朝的这个书法 这个书法主要是凯述 主要是凯述 面貌呢 和我们上面所见到的呢 也有所不同 因为一个时期啊 各个时期有一个主流的风格 主流的面貌 这个主流的风格 主流的面貌 是和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书法家 或者说比较有权势的 这个欣赏者 换句话说呢 就是和这些统治者 他们的审美习惯啊 是有关系的 南朝呢 主要是流行行书 所以凯书呢 穿下的基本上 没有 很少 北朝呢 主要是凯书 又主要用在墓志 遭相记 这些方面 那北朝呢 又没有 影响很大的书法家 所以北朝的书法风格 就只能是受到 当时需要书法的 这些统治者 这些贵族的 这个审美趣味影响 受到这个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到 北朝的凯述 一个他是处于 这种过渡阶段的后期 再一个他的风格面貌呢 在多样的 这个这个 这个情况下呢 有一个主调 那就是比较 雄劲 比较刚强 绝对不像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王献之 那个十三行 这个这个这么严美 我们看这个作品 这是史评宫造相记 是中国书法史上 比较少有的是 整个他的字是阳克 就是字本身是黑的 一般的 这个碑呢 字本身 字都是白的 这是阳克 他就非常 方进 非常雄强 这可以说是 这个北朝凯述的一个 这个代表作 再比如 还是开张 还是开张 很开张的 这是正文宫碑 是刻在这个 山崖上的 一般叫做磨崖 它这个碑呢 就是和史评宫造相记 比较之后 它是远比的 整个线条呢 比较圆润 比较饱满 但是开张 是吧 这个特点是共同的 这是 造相记 造相记 比较著名的呢 就是叫做龙门二十品 就是里边 二十个最著名的造相记 刚才史评宫造相记呢 是一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这是 正常由 为王父母等 造相的提及 从这上呢 可以看到 这个阶段的楷书啊 还是 面貌还是多样的 这是牛爵造相记 牛爵造相记 这是 魏陵藏薛法哨造相记 等等 这是造相记的情况 在木制作品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 特别的 就是这个张黑女木制 也是北朝作品 但是呢 他那种 秀气 秀气 是其他的木制 是很少见的 这是张梦龙碑 张梦龙碑是 北朝碑当中 很著名的 有人评价呢 他说是正体变态之中 从他的结构看呢 这个变化比较多 但实际上这种变化呢 并不是在 唐代以后那样的 这个楷书形成之后 再变的 而是在形成过程当中的 一种变化 南朝呢 也有个别的 比如说 像这个肖旦碑鹅 像肖井神刀雀 这两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南朝的碑呢 就比较 润美 比较润美 就没有北朝那种雄强 因为这是 两个朝代 这个环境啊 书法环境不一样 这是北朝的 这个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随代的时间比较短 尽管他的时间比较短 当然也留下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楷书的作品 从这些楷书作品当中呢 我们既可以看到 南北朝时期这个楷书 演变的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也可以看到 唐代这些楷书大家 他们的书法作品 是怎么 创作出来的 先看这个龙藏四碑 龙藏四碑 从他的结构 和他的用笔来讲呢 从这点研究 就可以看到 储随良书法的影子 比较典型的 这个董美人墓制 董美人墓制 如果把它和 欧阳荀的九成功 来比较 就可以看到 他们结构 结构那种 中间 中宫比较紧密 这个特点 是一致的 还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纳比上啊 纳比的这种 这种顿法 和出锋的方法呢 也是一致的 苏孝慈目制 这是苏孝慈目制 这是信形禅师 专塔名 这都是 隋代比较著名的 这个 这个碑 从这个碑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凯书到了隋代呢 基本上 就已经完成了 它的 形体上的 演变的全过程 全过程 南朝 也有一些作品留下来 但是很少 很少 这个 这个 肖旦碑鹅 肖井神刀雀 从这两个作品上看呢 就能够看到 尤其是肖旦碑鹅 它和北朝的碑鹅 是 在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 北朝风格 这个风格是 方进雄强 它这点呢 远比比较多 显得比较温润 显得比较温润 当然这只是从 这个肖旦碑上来看 因为书法 风格形成啊 因素是多方面的 多方面的 其中呢 地域环境 很重要 因为在南朝 碑鹅当中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川宝子碑 我们看这个川宝子碑 如果只从碑的这个面貌上来看 它和北朝的楷书啊 没有多大 区别 尤其是在风格上 也是 以 方进 是吧 以方笔啊 为主 显得非常的 这个 有力量 这个碑是 在云南 在云南 从地域上 地域上来说 是属于南方 但从书法风格上来说呢 确实和北朝相通的 并不和 萧旦碑一致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当时这个 川宝子碑所在的环境 第一是 比较偏僻 在云南 第二呢 也是处于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 恐怕当时欣赏的风格呢 就是这个风格 第三就是 书法的发展呢 它有一个 渐变的过程 在川宝子碑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笔画 还是属于 历书的写法 并不是属于 成熟 或者说 接近于成熟的 楷书的写法 在 考察这个 魏晋南北朝 楷书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 重要的 品类 应该注意的 就是写经 因为在 当时 书体的 分工呢 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你 写什么东西 用什么书体 它是有分工的 你比如写碑 写墓碑 或者济世碑也好 在这个三国时期啊 就很清楚是 这个汉代 和汉代 末年和三国时期呢 就是用 历书 叫做明识之书 写经呢 专门有 写经的这种 书体 如果看这个 写经这个书体呢 我们就可以 更清楚的看到啊 楷书 是如何从历书 这个逐渐演变过来的 比如看这个作品 是近人的写经 这是三国志 无书的残卷 也是近代的作品 这个呢 是隋代的作品 这个呢 是唐代的作品 如果我们 这么贯穿起来来看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特点 就是 楷书呢 他是一步一步的 灭掉 历书的痕迹 一步一步的呢 这个走向成熟 这是 当时的情况 那么从第一阶段呢 他有什么特点 楷书有什么特点 我们归纳起来呢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 就是他的结构不定型 结构不定型 不像后代 不像唐代以后 写的楷书呢 都或者接近于欧阳巡 或者接近于这个 这个 储随良 或者接近于 颜真卿等等吧 都是以这个书法家 为一种参照模式的 这个到了科举制度 这个末期呢 这个考卷上字 都有规定 要写那种管阁体 这是 后代的情况 而在当时呢 不是这个情况 当时 尤其是在北朝 没有 对社会影响很大的书法家 当时写字的 写字的 都是 一种带有工匠这种性质 他就为 人家写这个木质啊 是吧 写造详记啊 等等 他都带有一种工匠的性质 地位也并不高 而他追求的风格呢 是肯定要适合 需求者的需要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百花齐放这么一个 丰富多彩局面 从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基调上来看呢 就是当时整个的风气 是崇尚那种勇武刚强 因为当时是这个 这个民族是 以游牧为 这个为主的民族 整天打仗的一个民族 所以他欣赏的 绝对不欣赏那种 杏花春雨江南式那种温柔 而欣赏那种刚强 那种开张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从用笔上来说 有比较多的 隶书的这个这种坡 也就是那种燕尾 比较多 这是第二点 从第三点来说呢 就是 方笔比较多 方笔比较多 这个方笔啊 有的人说是 刻功刻的 其实不一定都是 不一定都是 因为当时这种 南北朝时期凯书这种结构啊 就是用方笔呢 可能表现力度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有没有这个刀刻的因素 当然是有 这个问题呢 应该具体的来分析 而不应该一概的呢 就说这种方笔是刻的 应该具体分析 这就是当时凯书的主要的 这个三点 到了唐代以后 凯书呢 就出现了新的特点 出现新的特点 这种新特点呢 主要表现为啊 以书法家的书法风格为主 来发展 来演变 这个问题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给大家介绍 下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凯书 就是凯书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唐凯以后 这个阶段 到了唐代 在出唐就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家 比如于世南 欧阳荀 楚遂良 这凯书呢 都非常著名 并且呢 对现代书法呢 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呢 是因为他们的凯书艺术啊 已经非常完美 非常成熟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也很高 因此呢 影响就非常大 于世南和欧阳荀 都曾经在京城 来教书法 这唐太宗设立的红文馆 请他们来教书法 可见呢 他们当时影响有多大 于世南的书法作品 主要是孔子庙堂碑 就是这幅孔子庙堂碑 他的风格呢 主要特点就是含蓄 文雅 含蓄 文雅 一般后人呢 学于世南的 不是很多 是因为呢 他这个学写的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写的 比较开张 比较刚强容易 要写的含蓄 比较文雅呢 就稍微难一些了 这是欧阳荀的作品 九成功 李全明 欧阳荀对 凯书的影响非常大 直到现在呢 学凯书 很多人还在学习 欧阳荀的作品 尤其是九成功 欧阳荀呢 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也非常高 书法的名气呢 也非常大 他的凯书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字的中功比较紧 中功比较紧 字形呢 这个显得稍长 但实际上整个 这个字的比例呢 并不是长的 他中间有一个 总有一个很长的横画 来左右拓展 但他主体 总体给人感觉呢 比较长 他的作品呢 方比比较多 这是从这个 魏卑啊 这个笔法来的 评价他的作品呢 像是 金刚称目 力士挥拳 有给人一种啊 寿映清寒的感觉 这是欧阳荀的 鱼公公碑 这是欧阳荀的 画都寺碑 这是欧阳荀的 黄浦淡碑 在笔法上呢 稍有不同 但是结构的特征呢 是非常突出的 这是储随良的作品 储随良是 于世南 欧阳荀的晚辈 他曾经向于世南 学习书法 在于世南 死了之后呢 唐太宗啊 感慨 说这个 于世南 那个去世了 没有人可以和他 谈论书法 这个时候啊 有人推荐了 储随良 储随良呢 就开始 这个介入到 这个 宫廷的这个书法当中 为这个唐太宗 鉴定 王羲智书法 每个作品呢 都鉴定的 非常准确 于世南 作品 线条呢 比较细 线条比较细 但是韧性很大 力量很足 后人评价他呀 说他的作品 就像美人蝉娟 似不胜罗矣 增华错约 欧于谢之 这是唐太 张花冠 对他的评价 我们看他这个作品呢 就确实觉得 很美 很美 但这种美呢 又是那种秀美 又是那种秀美 在出唐的时候 擅长楷书的非常多 像王之静 这是他的作品 王兴满 静克 等等呢 都是在楷书上呢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总的来说 当时的整个书法风气呢 主要是 在楚随良的这个风格 笼罩之内 笼罩之内 直到了盛唐 颜真轻这个时代 出现之后呢 才 楷书呢 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就是颜体 颜体的影响和欧体一样 也是非常大的 甚至比欧体还要大 颜真轻的书法呢 它是 风格呀 也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开始 他是学的 这个 比较广泛 尤其是从这个 北朝的 课经啊 写经啊 磨牙书法上啊 从这些 取法比较多 所以他的作品 气魄比较大 我们看这是 颜真轻的 多包塔 和当时 血经的一个对照 在结构 和笔法上 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多包塔 还是属于 颜真轻早期的作品 还没有完全形成 自己的风格 但是多包塔呢 很受人们喜爱 就因为他的结构 非常美 结构非常美 而且运笔呢 这个节奏 也非常清楚 像齐笔 和收笔呢 都特别强调这个 这个顿笔 这都是血经的笔法 颜真轻 著名的作品 还有 颜亲礼碑 麻姑仙谈记 颜刺山碑 这个颜世家庙碑 等等 他这个作品 在这个阶段呢 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面貌 这个面貌 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结构是开张的 我们看呢 他是往外扩张的 尤其是 这两 竖画 总是往外鼓的 这个如果和 欧阳巡的作品 一对比呢 就能感觉 更清楚了 就是欧阳巡的作品 是往内收的 而颜真轻的作品呢 是往外开张的 因此从楷书 整个来说 历史上的楷书啊 能够写 非常非常大的字啊 只有颜体 这个作品 他能够写的字很大 而且气魄十足 而欧体啊 包括一会儿 我们要谈到流体啊 都写不大 流体一写大了以后 就像颜体 欧体呢 就写不大 写大了以后呢 就显得很瘦 颜真轻的楷书啊 在楷书发展史上 也可以说是 一次大的变革 大的变革 就是他的楷书出现之后呢 就改变了 这个 欧阳巡 储随良那种格局 就使这个楷书的气魄呢 变大了 在晚唐 一个著名的书法家 就是柳公权 柳公权 柳公权呢 也是一个地位很高的 官 非常高 而他的书法呢 也很有名 也很有特色 他的书法可以说是综合了 这个欧阳巡呢 和柳公 和这个颜真轻的一些 突出的特点 他一生呢 可以说是 主要是 写字 主要是写字 虽然做了很高的官呢 但是从政绩上看呢 没有什么记载 主要是书法写字 我们看他的这个作品 旋密塔碑 这是神策军碑 旋密塔碑和神策军碑 是柳公权的代表作 也是他作品当中影响最大的 从这两个碑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特点 就是结构上来说 内部的笔画比较紧 所谓中宫紧密 这点呢 类似于 欧阳巡 但是长的笔画呢 又伸展的比较长 成一种辐射的状态 这是柳公权 自己的特色 撇和纳的关系上呢 纳 他的落脚点 总是高于撇 使这个字 有一种动感 这是他自己的创造 柳公权的作品 和前边几位比起来呢 他的特色 更加突出 如果从线条的 位置上来看呢 他的位置要求啊 非常严格 一点不能错位 因此学习柳公权 学像了 容易 是吧 一写啊 人家一看啊 这是柳公权 柳体 学好了 不容易 学习完了之后呢 再给它 变化 就更不容易了 稍微一变呢 长线条再收缩一点呢 有点像 欧体 如果线条呢 再胖一点呢 又像 掩体 所以这个柳公权的作品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对人的这个 这个书法的 限制性比较大 比较大 柳公权呢 在当时地位很高 是吧 关于他呢 也有一些这个 这个 所谓美谈吧 但一个很著名的呢 就是说他 劝谐皇帝的时候 当时牧宗呢 是不理朝物 写字的时候呢 问他怎么能够写好 那就要比正 他那要比正 又问他是怎么样能 才能够比正啊 他讲新正则比正 后人就说这是在 劝谐皇帝啊 要 新正 要很好的呢 治理国家 但有的人呢 又误解了 就理解说是 写字的时候啊 一定要比正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看他这个 这个字当中呢 他的起比 起比 那个比呢 就不一定都是正的 而且运比当中 那个比要是 完全是正的 也很难这个 写出字来 这是唐代的 著名的楷书家 那么唐代之后 对后代影响 比较大的楷书 这书法家呢 就很少了 就很少了 其中 比较著名 影响比较大的 主要是两家 一个是赵孟甫 一个是文征明 其中赵孟甫呢 又 他的影响 又远远超过了 文征明 一般的 说起来都是 这个 欧 延 柳 赵 现在提起来 就是 知道 欧 延 柳赵 这个赵呢 就是赵孟甫 赵孟甫呢 本来是 宋朝这个 皇室的宗子 后来宋朝灭亡之后呢 为了统治这个国家 就招一些过去的这些 著名的地位高 影响大的人呢 来做官 就把赵孟甫 招去做官 赵孟甫也去了 而且官呢 做的也非常高 那从传统观念来说呢 这种 从品德上 好像是不完美的 因此呢 后人认为赵孟甫的书法啊 有魅骨 不像这个 严真卿的书法 那么 刚正 有一种忠义之气 实际上 这都是一种 从 主观意念上 一种辅惠 我们看他的作品呢 也是非常精美的 比如这个 小凯 吉安传 他这个小凯 比起 王献之的来说 结构上呢 就更显得漂亮 更显得漂亮 这是他的大凯 三门记 妙言四记 从他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的运笔的方法 因为前边所举的这些凯书啊 多数 是碑刻 是碑刻 我们只能通过踏板来看 那碑刻经过 这个 上石 是吧 把这个字呢 印到石头上 再经过刻工的雕刻 它已经呢 有些变化 即使你刻的再精细啊 这个 再加上这个 用墨给它踏 踏下来 是吧 它也有些变化 就有的人呢 说呢 不容易看到 古人 是吧 运笔的方法 那通过赵孟甫的这个 墨记 我们就可以 学到运笔的方法 赵孟甫的凯书呢 并不能啊 完全的就是 用他的人品 是吧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又到元朝做官呢 来抹杀他的这个成就 他的成就是很高的 呃 元代的 书画家呢 其他这个擅长的凯书也有 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 明代 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文正明 这是文正明的小凯 他的小凯作品呢 比较多 而且 面貌和风格呢 也不太一样 像这个小凯呢 就比较古养 写的是屈原的这个九哥 而这个清凯经呢 写的就 比较淡雅 这个醉风亭记 写的就比较 受尽 文正明啊 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这个 也是长寿 在当时又 从这个书法啊 绘画啊 等等啊 各方面都这个包括诗文 都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人对他的书法呢 评价也非常高 比如这个 谢代行 也是明代的一个书法家 他说啊 古无真正凯述 他说古代啊 没有真正的凯述 继中王所传 见记直表 粤一论 接代行笔 替唐九成功 多包塔等辈 使字画谨言 而偏肥偏瘦之病 犹然不免 他说啊 就是 到了这九成功多包塔 这样的这个作品呢 字画 虽然比较严谨 但是呢 有的 是吧 偏肥 他是指颜真轻了 有的呢 偏瘦 像这九成功 他认为偏 偏肥偏瘦 这都是毛病 治国朝 文征仲先生 极易结构 疏密匀称 位置适宜 如八面观音 色相巨足 于书院中 以盖带 之以人也 这个评价 就是 非常高了 确实呢 我们看 如果 看这个文征明 小凯啊 确实给人一种 这个 很清爽 很文雅的感觉 不过这个 谢代行啊 在评价当中 有一点说的是不对的 他说这个 古代这个 楷书当中啊 接代行笔 实际上呢 是应该 书写当中 是应该带行笔 这个笔呢 主要是指笔译 并不是说 只要是把这个 呃 运笔过程当中 这个连带关系 用这个 可以看得见的线条 书法上叫千丝啊 给它表现出来 那样的话 就不是楷书 就是行书了 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 楷书发展的一个 大致的情况 总的来说呢 它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 东汉 末年 到隋唐之前 这个时候的楷书 是处于一种 演变 逐渐到成熟 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呢 就是 楷书的 结构上 是比较灵活多变 在笔法上呢 立书的痕迹呢 逐渐泯灭 风格上呢 也是多种多样 而唐代以后呢 楷书就主要有几个 著名的书法家 来主导 尤其是 盐 欧 柳 赵 这四家呢 影响最大 其中呢 这个 盐 欧 柳呢 就更大一些 我们了解了 这个整个的 发展概况呢 就可以知道 楷书呢 并不只是一个 唐楷 并不只是 盐 欧 柳赵 而是丰富多台的 我们学习楷书 或者说用楷书 来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就可以广泛的 来吸取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呢 就更主要的呢 我们是主要关注 唐楷 因为唐楷啊 他的这个 结构 用笔 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都形成了一定的 规范 我们下边要讲到的呢 楷书结构的原则啊 楷书的这个 一些笔法啊 主要也是讲唐楷 就从一般规律 规律的角度 来介绍 之二呢 通过学习 这些一般的规律呢 就可以啊 举一反三 就可以啊 驾驭 这个楷书 这个书体 这个了解楷书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啊 各个人的这个 爱好呢 可能不太一样 而且各个时期啊 也不太一样 从目前 这个阶段 基本上我们看到书法展览上啊 很少有楷书的作品 看很多人写的字呢 主要是形书啊 草书 尤其是草书啊 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楷书写好了 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写出一个形状来 说像某一家 比如说我写这个字 像延体啊 像流体啊 或者像欧体啊 这个呢 容易容易 要写好 尤其要写活 把楷书写出动感来 这个不容易 要想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需要 特别研究 这些基本规律 尤其是运笔的规律 在研究这些 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呢 在更进一步研究 北魏这个时期的书法 这方面呢 我觉得很成功的当代一个书法家呢 就是孙伯祥先生 我们看他林的这个 史评宫造像记 从结构上一看呢 这就是史评宫造像记 但是运笔呢 用笔上来看呢 就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 有的人说魏碑的方笔啊 是刻出来的 不是写出来的 用毛笔呢 没法写 实际上呢 这个作品就是用 完全是按照书写的方法 用毛笔来写出来的 这实际上呢 就是他的创造 在学习书法当中呢 对于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也可以呢 经常的来这个 欣赏 来阅读 来借鉴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楷书的一些 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 关于楷书啊 这个结构的一般原则 楷书的一些基本技法呢 我们下次呢 还要介绍 当然在学的时候呢 在讲的时候呢 我们要经常的来 印证上边所讲的 这些楷书的书法作品 这样可以更深入的 理解这些基本原则 和基本技法 好 这次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谈到唐代凯书就已经达到了高峰 书法结构的各种美的规则在唐代都已经成熟 已经完备 这些美的规则不论是欧体 掩体 流体 还有鱼体 实际上都有共同的地方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些共同点 尽管它的笔法有所不同 笔法的形态有所不同 但是在结构原则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掌握了这些原则 你不论学什么体都是有帮助的 那这些原则是些什么内容呢 主要以下这七条 第一条就是形态要准确 形态要准确 汉字的结构形态是丰富多态的 我们平时经常说呢 这个汉字是方块字 这是因为印刷的时候啊 每一个字占一个方块的位置 比如打格 你肯定是打个方格 但实际上汉字它并不是方形的 并不是方形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国家的国字 这外框是方的 那外框是方的 写的时候右边要高 整个呢 实际上是左窄 右宽 是这么一个形态 如果写成方形的 反而不好看 我们看这两个字 这个呢 是这边窄 左边窄 右边宽 实际上是个梯形 这是个方形 就简直很死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